欧洲太极中心的全球华人同胞们 大家新年好 我是本次主持人 邱鸿辰 我是演员 一经爱好者 那么我是在中国明星书华院任院长 现任海南诺利生物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那么一经被誉为诸经之首 大道之源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纲领 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 民族之魂 传承是一种使命 弘扬和传承我们 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是文化中国 智慧中国的重要内容 那么今天 欧洲太极文化中心 特别邀请我师父杜兰峰大师 他是医学文化传承人 著名医学家 杜兰峰老师是中国杰出的风水大师 是中国十大预测专家 下面有请我师父杜兰峰老师 给大家讲第三讲 《易经与修行》 有请杜兰峰老师 请 谢谢主持人 很荣幸今天 由国家一级演员 刘少奇扮演者 特性演员 为我主持 也感谢欧洲太极文化中心的 这是精心安排 那么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由我来继续为大家 和一起分享 关于《易经与修行》 它的一些理解 和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其实我为什么要把这个 《易经与修行》放在一块来讲 我在日常给弟子 以及其他地方讲课的时候 我就在讲 学习《易经》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因为我今天下午在 上午在一个 企业家的一个 大型的发布会上 也讲了 说《易经》是我最信用的选择 所以说呢 我把《学习经》当作我人生 很重要的一个凶行过程来看的 那么也就有了我和大家一起 分享这么个话题的机会 我们知道《易经》中常讲一句话 叫《匹及泰来》 因为我呢 一直认为 好与不好 都是匹与泰的关系 那么在《易经》中 六十四华准 就有个匹卦和泰卦 这样 一来我们就明白了 这是一个大道 那么其实只要我们讲到 《易经》 有人就会想到算命啊 打卦等等 也有的人讲是说 你想到没人不离卦 说命越算越薄 等等这些话题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大部分人呢 他都是普通人 有些人呢 他就是想通 通过 这么一门 高盛的学问 来给我 得到一些指点 但是说呢 大家知道 人找人预测 都是有事情才去 没事情的话 也就不会去算 你说这个事情呢 讲出来好听的 你当然高兴 讲个不好的 你就会有心理阴影 给你带来诸多的不愉快 所以说 就有了句话叫 算卦不留情 留情不算卦 那么你说 不能给你管情放心的 所以说学艺经的老师 不是来捧别人的 就是给别人解惑 就是做一些指导 能真正对人 能真正对人 有到很大的帮助 那么有的人呢 他算了高兴的 不行 一高兴就会消腹 算他有灾 他就会觉得 坎坷不安 他的灾可能就会加重 因为他在有个心理的承受能力 再一个你说这个老师 不要说老师的水平高低 他给你讲了以后 你说你到底信还是不行 他会给你留下阴影 但往往 只要你有这种阴影 你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佛家不是要讲这种 业障的 你看 从事一些杀生的人 他的造业就重 而且你可以发现 死后他的内障 都带有淤血 普通的人没有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所以说这些算卦的人 他道破天机 当然了 就是说我们还会 给人以善念 激激的一种心态去理解 所以说在佛母 其实是反对算力 他就是讲既来指责安之 什么都好 你相反的 有时候一些事情 你就是遇到了 越乱越要平静 你能够静得下来 才叫真功夫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 很多修行的人 还要打住 就是让自己能够 真正的静下来 求得一颗平常的心 所以说即便是面对生死 他们也会平静 真正的出家人面对生死 他是没有眼泪 因为他把这个事情看得很正常 所以说老子在讲出生入世 讲这个概念的时候 就告诉你 人一生下来 你就进入 死到 你从这个门进来 就不久了 就会从那个门出去 那么我们很多年龄大的人 他有体会 就是一想 一眨眼前 几十年就过去了 原来人生这么短暂 收一下就过去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发现 在小时候 那些调皮的孩子 长大反而容易出息 好多老师不明白原因 因为这些调皮的孩子 心大 老师批评 没感觉 他心里很平静 无所谓 你说他心胸宽阔 最后你想他能没出现 只要有机会 他就可以 但有的学生 被老师说两句 脸一红眼泪就下来了 说明这个孩子 他这个心的承受能力就差 所谓讲的心眼小 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我们经常在语论中看到 有的孩子 老师批评两句 就跳楼自杀 是不是 一念之长 阴阳两个 给社会带来了 无尽的伤痛 再就是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社会上 男的当领导得多 因为在生理的角度上 男女的心虚确实是有差距 因为在易经的八卦里边 大家知道 钱卦代表的男人 空卦代表的男人 钱卦是什么 天行见 就和宇宙一样 这么周流不息的 女人是什么 空六段 就是一个地 我们知道空间 宇宙空间可以覆盖大地 大地是覆盖不了宇宙 他把这个大小 其实给大家讲清楚 所以说呢 有的人讲说 要拿人不当人 我也讲说 最好不要把自己太当的事情 那当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要把人当佛看 把人当作是自己的镜子 别人有什么缺点来 拿来反省自己 同时要看到 人人都是我的化身 这就是佛家讲的 众生结五相 那么 有个人学的比较好 他说别人不守信用 答应他的事情没办 他一下子就反省了 哦 原来 我说完了 他 不办 那么可以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是自然力的安排 你也不要把你一个人 当成的魔鬼 如果是你 把最难容忍的人 能当成一个好人 那这个时候 可能你的佛性就出来了 佛就是把我当成佛 佛来修 当然我们普通人是做不到的 这个 这么一个观点 可能也要消极 所以说我在学艺的过程中 也受过一些高人的典范和质疑 因为我也曾经问过一个老先生 说什么是有福报的人 这个我们人的都是要去追求福报的 他觉得有福报就是好 就是要做追求 老先生说什么呢 什么叫幸福 那幸福的福就是一件衣服 一口甜的 那告诉你 够吃够穿就可以 知足常论 在里头这些话 可能大家都听过了 但是有时候你设身处理 去感受一下 它是不一样 幸福的感觉不是物质 那么一如有人通过买衣服 考学 结婚 生孩子 买房子 买车 换来幸福 但这个幸福换来的特别短暂 那又把这种短暂的幸福 挂成一种抗风 紧接着到底就换来被杀 你想何苦 那我们要有一颗安详的心 时时刻刻 你在拥抱幸福 这样你才是一个永恒幸福 要让他拥有什么都不幸福 你要知道 百万富翁有自杀的 明星有抑郁症 跳楼等 因为什么 他的内心不幸福 所以说我们已经 他是讲心的 那么这个心灵 他是根部 外表什么都不代表 内心才是万物是根部 那也就是 斜大斜小 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 我们中国人 不讲威尺之比 讲的就是合适 合适就是最好 那么合适 他因每个人的感受不同 他也不一样 那么有的人 拆散了老人 拆散了孩子的 几年难得的一个对象 按自己的意识去找 结果找到了 自己又不愿意跟他过 是不是 你看看 造成的悲剧也很多 所以说 我们 在讲的过程里都知道 人除了意义 心也还有口也 不能乱说话 意经里边的对话 就是告诉你 对为口舌 主则会 就是对就是缺的意思 你嘴一吐露 可能就得罪了人 我们有句话叫说 不会说话得罪人 不会烧香得罪神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呀 他在他 特定的时候 他就是一种口舌是非呀 所以过去讲 水生之流患 人贵之欲之 是不是 一般贵人 讲话慢悠悠的 都不会轻易的 找找的 给予表达自己的观点去 我们在一些场合 职场中 是不是遇到这样的人 所以说有时候 爱说人 蹦着自己的孩子 更容易蹦 自己将来也比 容易比别人家的人 蹦 还最容易换老年次贷 你看今天 上午在讲 《语经》的时候 就很多人 我们都在理解 《语经》的这个意志 上面是个日 下面是个悟 其实呢 这个意经是古人里面生成智慧的 日代表阳 太阳在上头 下面的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大前世纪 太阳照射在这个 五万五上 那代表什么 阳术是山术 我们现在正好是正远 天开于子 地于丑 成于阴 三阳开带 就是指的我们这个阴远 所以那个意经指的就是 老子的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 但我没见过别人 一生去讲 下面我只是给你用的证明 我是月亮 西亿等等 讲的很多 其实古人没那么复杂 他就是看到太阳照在地上 照在所有的雾气上 我们大地离开太阳 万物不生啊 古人看到的就是这个太阳的重要作用 于是 这个字就出来了 把太阳放在上 底下都是雾气 你看为什么雾间的雾 都是这么个物 所以中国人的汉字 你不要把它去想 一定从大道自家的角度上去理解 那么修行 也是如此 你看我们去求佛 佛从不讲话 是不是 为什么不讲 那佛要讲话了 那才出邪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一定的从本源上去看他 你离开了本源 这个事情就不好讲 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知道 你平常爱打小报告的人 他将来一定会被诬陷 他也说别人作风不好的 乱搞男女关系的人 他自己家里头也会找 爱 浮夸的人 一生很能得到真心的赞 好心得不到好报 原来受到委屈的人 爱吹牛的人 一生不得志 你看那个吹字 就是嘴欠的意思 头过去一个欠字 吹牛就是叫嘴欠 对不对 你看中国的文字 爱说脏话者 他就谈多了 爱说刺激化的人 就容易牙筒 又口腔溃瘾 发眼 是不是 爱说绝情的话的人 往往会断了自己的机会 并且他的灾难会很多 爱说大话的人 往往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人 大家仔细去封辩这些人 爱说狠话的人 罪一遭到 这种横祸 你看当时我们有一个 邻居在一个巷子里头坐着 他天天在那个路口 对每一个人都要点评 笑话了这个笑话 每一个 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好 就喜欢笑话别人 结果最后有一天 他一个二十多岁的儿子 都娶过媳妇了 刚结婚 突然被骑摩托车祸 没了 从此以后再没有看到他在 那个巷口去点评别人 这是真有歧视 你看 比较爱说极端化的人 一生都是容易大气大 你就说喜欢承诺 又办不到的这个人 最容易遭到欺骗 爱发牢骚的人都命困 怨什么来什么 为什么叫怨负 天天都是负能量 你说能好到哪里去 对不对 随着这些 我们在生活中就不要说学艺经 你不学艺经都可以看得到 越是想表白自己是好人的人 越搞不到好报 所以为什么说这样 百姓日用而不知 其实这个过程里头 就是让老天已经告诉你 已经是讲了什么道理 什么法则 你都不注意去 总结 我讲的这些也是总结出来的 对不对 你看 我一条条的讲 这个东西都是大家仔细的 你去看看 你越喜欢争辩是非的人 他越得不到别人 任何 总觉得他 对 别人都不对 是不是 声音高八度 所以真正有效位的人 他是不会与人去争辩的 只是点到为止 更不愿意去抬杠 你看我通过学艺经这么多年来 你看变成我饭去都不爱参加 退出了很多的这种 无效的这种社交 就不愿意出去了 别人说 多老师 你算的不准 我说不准就不准吧 你算的很准 准就准吧 是不是 没有什么 那么这里头就是我们有时候就可以看到 就是你自己心里头明白就可以 没必要让一个外行来证明你是个内行 有意义吗 让一个高人认可 你才是值得的 比你水平高的人认可 你才是值得的 对不对 爱嘲笑人的最终都不辱别人 嘲笑人就是 招人家的毛病 你把人家的毛病又 拉到自己身上 喜欢老 喜欢夸自己人的 最终他家里头要发生丢人现象的事情 所以说 很多喜欢异论是非的人 真的是他就会让人看不起 小气的人 一定是贪得无恙的人 所以在语言上喜欢证明自己人 最容易让别人误解 所以说 喜欢淘淘不觉强的人 一般他没有什么实际的收获 只能要一个能说会道的能力 是不是我们日常 我讲的都是日常说话 大家能可以碰到的 喜欢说话的人 最不容易得到别人的重用和信用 而且这样的人记忆里会讲对 说话不留余地的人 遇到酷呢 他在那 根本发现不了 都是死路一条 喜欢让别人夸的人 事业上很难得知 就喜欢填好话 流血拍卖者 最容易让人出卖 我讲的这些东西 在易经中就叫平衡 平衡定律 我不是给人讲过 别人说 那要行善积德等等之类的 我说行善积德 只是你个人的一种修为 与自然规律 没有半目前的关系 因为我已经讲 阴阳 只为道 他告诉你 这个世界阴阳 是平等的 平衡 一年365天 有多少个白天 就有多少个黑夜 这是大家知道的 他一直是这样 那么也告诉你 这个世界有多少好人 就有多少坏人 你做多少好事 就有人做多少坏事 这是被人的意思 为转移的 你个人的修行 只是你各起的一个行为 这个世界 不会因为你多做一件好事 那时候就少一件坏事 所以说这是很残酷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修行 你得到一种良好的素养 你得到一种 智慧上的提升 这不就很好了 至于别人好与不好 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可以让我好 你可以做个好爸爸 做个好妈妈 好儿子 好姑娘 是不是 这就够了 这个事实就是残酷 所以说呢 我们要对一切 都还要保持一种广大的爱心 也就是就像佛 观世音菩萨那样 去爱众生 但是你这个念想 就一定是去做一个普世 就是不能因为 就是知道了世界的真相 而你就不去做一些事情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有人特别爱摔东西 发脾气 面就不会高 是不是 因为万物都有灵性 摔东西也是逆前之道 这个自然力 都会给你记账 如果我们修心 你连你的疾病和命运 你都 就是你连自己 都做不到一点点改变的话 那就很失败 从我这所得到的 修是什么 去好好的学习 读书 已经把所有 我们人类遇到的问题 他都给你讲到了 所以说 我能得到改变 就是因为我去学习 反而真正有大智慧的人 表面看起来 都好像有点偏傻 大字入狱 骂他他还高兴 他还不生气 谢谢人家 这种人了不得 真正大智慧的人 表面上 他常常与普通人都一样 因为一经里头 重则反义则先 你与大家都一样了 那你还不是个普通人 为什么这些高人 也是都要去升三老龄 去那些地方修行去呢 因为和普通人 没办法沟通呀 我只能去和大自然沟通 与天地沟通 是不是 这样这些人越修 灵性越高 你看为什么我们在西藏 藏老 回来内地 他的灵性就不足 在西藏那么广阔的高原上 他的灵性是 环境很重要 那么所以说 我们做一切的事情 你都不能有 再大的功利性 你贪心越重 越达不到你 所以说有的人 他罚愿性很大 罚愿以后 马上要给你一些挫折 来考验你 因为你要为自己 所发的誓言负责人 负责自然规律 就会承拌你 你经不住考验就不行 你想 发出一棵大树 你就得有相当大的 那个力量对等 你克服了相当大的阻力 你才能实现 你八颗萧草 当然用的力量就会 阻力就很像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也就是实际上 当我们给自己设定了 一个大的目标的时候 你也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思想 包袱 因此 我们 我劝大家 目标不能太大 以当下为目的 我们一个小目标 一个小目标 去实现 这样 你才会有这种动力 你像有人 爱管闲事 管孩子 管爱人 管国家 管民主 管塔利班 管美国人 所以有时候说实话 你抄那么多心 干什么 你把自己的心管好 要安住自己的心 所以过去 大家就知道了 古人为什么 一点就能够觉悟 因为了 他们没有那么多 复杂的心灵垃圾 他一直修得很好 一念都不敢妄斗 就差这么一点点 如果我们到现在都明白不了 你背负那么多业力 那么心灵的垃圾 你怎么能够明星见性 怎么能够修成正果 其实这个正果 只是我们对他一种表述而已 所以说有时候 这个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个 就是特定的一个属性 你比如《易经》中 《离挂》代表心 《易经》中讲的心 不是实体的心脏 而是心神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讲心神不定 你动心了没有 你用心考虑考虑 用心想了没有 从来他不说脑的 因为《离挂》的挂项是离中虚 为什么中间要虚 其实和我上面讲的话的意思是一样的 你心虚叫做谦虚吗 是不是要虚心一点 不要心虚要虚心 这是两个概念 心虚是你做了亏心事的 怕人揭穿你 虚心是带有种谦卑的态度 你看我们《易经》 把卦上南下北这个怀念 上南下北这个怀念 上南是个离挂 到两头 一个先天的胸瓜 一个后天的胸瓜 他告诉你 就说人受风 肩膀上最容易受风 但也最耐风 我们睡着 两个绑子容易露出来 但是为什么呢 风在一个头的两侧 风吹火望 这是一个 再一个我们讲头一凉 脚一难 这个我们热了以后 是不是拿风扇要散一散 都是在这个位置 最切碗是在上升 没有人是散脚的 那么也就是 这个风会给你的头脑 带来点凉意 就是头脑不能发热 时常有的小风扇 在吹这里 你看为什么我们用的电脑 包括很多里头 都有个小风扇 散热器 对不对 就是这两个风 就是要做散热 所以说疫情里头 真的是 那是一个爆炸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很多人 他就是说 哎呀 我这个用气不太好 他都没有去找自己的原因 就想的是我 如何破解 我的那种恶运 那恶运也无非就是破财 或者伤灾 再严重就是死人 你比如说 事业上小人作祟 困难重处 投资失败 损失惨重 而无力东山再起 再加上 身体出现了不可逆转的疾病 并一场 没有了往日的那种 精神撰谈 精气神全无 从此再也不能够笑傲江湖 原来那些很意气疯狂的人 一病不起 那么你再仔细看看 我们从历史上看 上下五千年 有多少英雄豪杰 百姓皇城 多少民门大哉 现在还有流传 这是奇 奇二 你再抬头看看我们的星空 渺小如我们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万千轮回 不差我一个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人把自己看得 太重要了 你说这个世界上 离开谁不行 每天争来争去 所以说在这 破解的唯一的办法 就是养好身心 呵护好你的家庭 你破灭的只是欲望和肉体 还有一些物质 但是并不妨碍 我们来人间 好好的体验 是没法 酸甜苦辣 都是味道 品品又如何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告诉大家 人有时候就是说 你看很多的贪官 他就是把一些物质的东西 看得太重要 因为他现在看准备 这是他小的时候 缺失的东西 为什么很多从农村出来的干部 到后来都出了问题 有一些富二代官 他这些都见怪不怪 我看不上这些东西 人家做一个生意 做一个生意 都是几十亿 几百亿 几千亿 他没必要去看 当然这个东西都事物绝对 没有绝对的事情 我们很多时候 确实是这样 很多人还没有考虑到这里 所以说你把生命和欲望 在合适的时间把它放下来 放低一点就好 当你明白我们都是来也苦苦 走也苦 甚至就没有了恶意 《黄龙梦》中写的呢 好了哥 再经典不管 这个世界的真相 他就是很残酷 他就是强者打造归神 弱者送出负献 他就是这样 你有能量 才能够有价值 所以我日常上 告诉大家 你们一定要修自己的能量 你有能量才 你没价值了 谁来看你 所以说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 很多的策略也好 战术也好 都是教你好好做人 勤奋自负 但没几个人 真的希望你放他 这是很残酷的 百分之十的精致 他这种顶尖 需要百分之九十的大种 来给供养 很多时候 你不要看 有些人道路爱人 其实都是披着 道德的外衣而已 你获得利益的同时 掌握好善恶的底线的 这种尺度 你就是高人 所以说我常讲 不懂意 不注意把控人生 四季更迭 天道有恒 这是一个 要中学大道 有人看世界 它是上帝的视角 有人望众生 如街角楼翼 其实我想说的 大家都明白 那么你 接触了易经 可以说 他才能够帮你看清 这个世界的真相 雄悉渐进 那么其实我们 讲修行 这里边 我讲了这么多 离一八开的话题 就是你像 我们很多修行人 信教的 这种宗教信仰 有个人聊到 现在社会 这不好 那不好 为什么现在的人 人心 垄上 没有道德感 就是说 一些宗教信仰 在古时候 这个历代帝王 也是推崇自己 因为宗教的 他能帮助皇家 给老百姓洗脑 用他来 奴役人民 更好的时间 讲一句不客气的 就是给政治批了讲外衣 我们所说的宗教 其实要从历史的原源上 来看它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其实呢 我也是从别人的亲来 但是感触还是很深的 所以有个小偷呢 偷了别人的东西 大使都不承认 结果告到了法庭上 但就算如此 面对法官 他也是胡搅完善 不承认 由于当时技术落后 也没有监控 也没有录音 是录像 法官也没有办法 后来法官开车 把这个小偷带到了 南海观音的下面前 就问他 你敢不敢在菩萨面前 发誓说自己没通 这个小偷沉默了片刻 最后承认了偷窃的事实 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我也是听别人说 最细节描述的是简单的性 但看完这个故事 我们再回到前面 宗教现在真的就是说 封建帝王的手段和工具 启使了这种一些性描 说到底是让人心从敬畏 人这个生物呢 作为万物之灵 你站在食物链的顶端 在这种环境下 绝对是恶大欲善 因为屠刀在手 怎么能不起三年 就算今天中国吃饭 我们一个好姐姐 就说了这么句话 你有文化 我有菜刀 你看 这看世界开玩笑的话 讲的是特别有理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 是个社会需要稳定 你说让人来治你 你不相信 谁都不信 那么我们就得推出一个神来 大家都认不认识了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就有了信仰 所以造神就开始了 这个造神 也是因为社会的学情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因果融会 有了这些以后 设计了这么多东西以后 这才让那些手持图刀的人 学会了敬畏众神 学会了忠忠众神 人与人之间变得要合适 毕竟举头三是有神明 谁也不想被天打雷劈 雷雷哄顶 是不是 对不对 你必须得有这么个无形的东西 出来才行 你像我们在一帮同学中里 突然选我当了主席了 这些人都好不服气呀 那个杜老师过去 还尿裤子了 我都了解他 是不是 那么这不换一个神 你敢说这个神尿裤子吗 他不敢说 所以说有人呢 就会问这些看不见的东西 摸不见的东西 这里头就有个就是信他的问题 他能压制你人心中的恶 这也是修行 离不了发起 假如你学了西医 你就知道 人腿和牛腿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一刀下去都一样开给啃子 公理 你只要你真的没有信仰 说什么话 杀个人和杀个主有什么区别 都是收起刀落的事情 一刀捅到大动脉 把刀口转向 几分钟血就流干了 人其实就和动物是一样的 这是真相 它就是这么简单 成年人不论男女 只要手上有刀 都可以轻易做到 你看我们很多视频里面 有些学生吃脊椎 同事同学把这个孩子打到死 那个孩子一动不动 其实被打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你是没有感觉的 但是为什么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人人都是杀人 因为有法律 对不对 那就又有人问了 有法律也是为什么 还有杀人犯 张商欠了李氏五百 李氏要去张商 竟不给他恶语相向 当众侮辱李氏 你看我们看过 有那些混蛋 当众 用下起侮辱人家男孩的母亲 人家气不过把他叫打死 最后这个人还得入狱 那为什么要打死他 是因为这五百块米 不是 是因为无内 因为愤怒 如果当时要知道英国朋友 这个人耍赖 不会有好吧 就选择离开就行了 张商必须死了 但是张商也知道 人在座天在看 如果他选择还了钱 那不是接待还钱 所以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这个底线也只是一张纸的间隔 也就是一念只差的差别 所以说杀人犯 懂不懂杀人长命 阿人懂 为什么要杀 就是这样 一送间心魔作祟 失去了所有的理智 同时也捧碎了自身 所有的道德感 结果越陷越深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要是讲法律道德的底线 忠守法律 并不是说不代表一大 而不具备道德品 就已经是在危险边缘 因此你不知道 你的哪一个不道德行为 会招致他人的怒火 而给你招来 在乎 所以我刚才上次讲的 这个小故事 所以说呢 有没有信 你在修行中 你的懂得敬畏 所以说你只要懂敬畏 永远是决定你是生还是死的 那个救命到场 那么很多人也会说 坏人就应该被枪毙 所以说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为什么在有些国家没有死刑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理解的 所以说 修行中我们所崇敬的 其实包括一些东西 从来不是力量的象征 而是象征 智慧和道德 我们为什么 讲道德 讲道和德的关系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觉得 神仙的慈悲之处 和神仙的作用就是 神佛的作用就是 这边吹口气 那边人活了 或者说有求必应 只要显然就是好神佛 这都是不对的 这都是把神佛妖魔换 你比如说你很喜欢关羽 你把他作为自己的精神领袖 那你会去偷东西吗 你会卖有求荣吗 就算你正准备做坏事 但你一想去关公自己 是不是就停下了 是不是这个答案 那你停下了 是不是关公的目的就达到了 你最终没有被悟估起 走向危险的身边 所以说神佛最大的 我们修行中所学的 最大的慈悲就是 永远要以身做自 永远要成为人们心中的竞争 永远当你心灵深处的那一根红线 永远随时随地的帮你去自信 永远阻止你走向自我的毁灭 这才是神佛最大的慈悲体现 有人说菩萨都是慈悲散目 看着就喜欢 其实当时造成造了一个恶的人 后来大家嫌害怕 又造了个善的人大家喜欢 而且善之正义的话 还可以把恶的人降服 后来大家看寺庙里头 菩萨一样的短作 两套都是这样的那种 十八罗汉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永远是邪不亚正 所以说这就是说很多时候 你看到了他的脸 你就会给自己形成一种 自我的一种压力 所以说宗教也好 信仰也好 修学也好 他绝对有这些不可撼动的核心价值 虽然就是延伸出来很多的好和不好 但本质上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没有这么一套东西 我们这个社会不知是什么样子 其实宗教诞生之初 也就是为了帮助这个世界 竟然有序的用转 让大家各安其味 各施其吃 这也是他的核心所在 不论从前和以后 信仰都会存在 他绝对不是 君王为了奴役百姓的工具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能明白这些 修行 就是说我们 需要 修一颗坚定的信心 人最胖 不懂敬畏 目空一切 所以说 你是谁根本不重要 你能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个世界就需要 有足够智慧 足够慈悲的人 愿意站出来带领巴奖 越过我们所面临的灾难 到达彼岸 就和我们三十年的疫情一样 那么不论谁 不论神仙也好 人也好 大家所有的努力 包括我现在所做的 都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 为天地立行 为声明立命 为往生 继绝学 为万世 开太平 就是说我们能够 进一份 微波的力量 散发一些 微热的光和热 让我们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的存在 变得更好而已 所以说我们 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已经给你讲的 它才有更大的价值 修行就是 让我们这个人 通过意见的学习 变成一个非常 智慧 慈悲 这么一个 对世界有益的人 所以说我讲的这些 仅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也可以和大家去 做一些交流 这个我讲的 这个 都是有感而发 可能不是很系统 那么 今天我们讲的第三讲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今晚就讲到这 我们后面呢 有机会 继续和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杜兰芬老师 讲的《易经》与修行 讲的是一个 大道质简 教人心胸 宽广 善待他人 在《易经》里边讲 平衡定律 阴阳为道 为平等 为大智慧人 也再次感谢 欧洲太极中心的 于主席 杨主席 及各位领导 给我这次做主持人的机会 我叫齐鸿晨 是杜兰芬师父 众多弟子的 其中之一 那么 杜老师经过多年的研究 那么让我们感觉到 他有一个 创作出的叫 时空奇门 让我们大家非常受益 那么 敬请各位 多多关注 杜兰芬老师 在此 祝大家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荷家欢乐 万事如意 谢谢各位 有人问 您是怎么看待 人生的意义 就是还有日常生活 和工作当中 怎么才能守心守正 感谢师父 对 就是 怎么看待人生的意义 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 从生下来 到你人生的一段路程中 我们其实都是在做选择 意境就是告诉你 如何选择的一门学物 这里头这种选择呢 其实都是自然规律在引导你 那么人生的意义在于什么 就是其实 从生到生 是所有人 无论高人低人 他的一个 共同的宿命 你看前两天 新云大师也远及了 是不是 那么一个 很 大功德 但是从 生和死的意义上 还是一样 但是 在于说 你在一生中 你能够 尽自己的力量 不要超越目标 我刚才讲的 不要设立大目标 你达不到的目标 不要设计 就是在你能够实现的目标中 你能做得些 同时呢 你做的意义 即便是对你的家庭 对你的孩子 因为呢 他们是社会中的人 他们社会中的人呢 他们呢 就会 汇集到很多的家庭 那么你的意义就达到 其实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能够做到力所能及的 你能够感到 心甘情愿和快乐的事情 就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人生中 怎么能够做到省政 其实这个方法呢 也不要讲大话 你记住 两点 第一是 不去占小便宜 不占别人便宜 第二点就是不去贪 靠刺激的能力 去做事情 只要能不贪 或者不贪小便宜 其实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跟你讲一个 什么道理呢 我们在中国的文字里边 占小便宜 便宜的概念 另一个词就叫贱 就是不贵的意思 所以说贪小便宜的人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 很低贱人 低贱了他就不贵 不贵了你就不值钱了 你就没价值了 所以说 你一定要做一个 即便是生活中 还依然比较就是说 紧张一些 不是那么很富有 但我也要做一个 很有中眼很高贵的人 就是不去占便宜 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说人性 他很多时候面对各种 各种职场中的竞争 都会动心 但是你能够把这个心平下来 就是我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 不要去尽力的就是浮躁 这个时候呢 你才能达到一个守证 你越是守证 你未来的效果 你在职场中说 能获得的利益 才会老天给你更多 所以说你做与不做 都有人在那看着你 为什么说 头顶三十有神 你不要担心 那个人发现不了你 所以说 这是我们走过来以后 才发现 有些东西是争不来的 可能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争来 反而是灾难 所以说 切记 不占便宜 不去盘 这就达到了守证 非常感谢 敦老师 那个刚才 我看了他说的是 看待人生的意义 还有人生的终极意义 就是说这两个 应该是一样的吧 应该没有区别吧 其实终极意义 其实是怎么说呢 看我们要和谁比 这个东西没有可比性 就是有大有大的终极意 小有小的终极意 你比如说 你的父母 对于和你来做 你就是父母最大的快乐 这也可能他们把你抚育成人 让你最后能够活得非常的幸福 这就是他们的终极意 你的终极意 就希望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家庭 这个一直能够延续的过得幸福为满 这可能也是你的终极意 那么或者你有个爱好 我想把这个爱好做到极致 把这种追求 也可以成为你这个终极意 所以说这个终极意 它也不是个就一件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泛指 你在一生中 你做了一个较大的选择 你比如说 我把学艺进行作为我的终极意 你像新人大使 他把普渡众生 他作为他的终极意 非常好 就每个人的意 他是不一样 他生上来以后 他这个使命也是不一样的 他根据他的整个的人生 这个经历 他认为的重要的事 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因人而异 对 就是说这边有个问题 就是说您觉得 我们应该怎么去学习这个易经 就是您讲的是这个易经 在跟修行的这个关系 就从个人来讲 我们有必要去 这个接触易经吗 或者说是 用什么方法来接触易经 就是怎么去学习 学易经呢 就是说 只要你有条件 因为这个易经 它不是说 中国独有的一个智慧的学 其实它是全人类的 共同的文明财富 智慧的财富 其实对全人类来讲 都是一样的价值 那么学习呢 就是说 包括我们 在19世纪文艺复兴时期 包括那个时候 我们很多 西方很多的责任 都接触过易经 包括道德经 那么其实这里头 学的时候就是说 有五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 跟人学 就是找一个好的老师去学习 这是最捷径的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 跟物学 就是你可以看看 经常观察大自然 它是怎么讲的 怎么运转 还有个就是跟书学 可以找一些 易经有关的 一类似的书籍 去学习 再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要跟心学 就是说心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内心 对他喜欢 有兴趣 就忠从你内心的选择 不要过分地 委屈自己 因为数业有专顾 每个人生来 他所追求的学 学业等等 他都是 不一样 所以说有时候呢 你只要你选择了 一门学问 他都能给你带来 很大的快乐 你比如我学航天 是不是 我学这个汽车 等等 他都一样 能给你带来快乐 其实易经呢 他只是一个 二百科的一个 智慧的学问 就是说 我们了解了以后 对于很多领域 都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对你来讲 只有提高 非常感谢 就是说 刚才那个 那个邱老师 就这边的主持人 也是您的学生 是吧 如果有人想 在您这边学习的话 需要通过一个 什么方式呢 就是看他 他是在国外吧 如果在国外的话 我们不是欧洲就专门有个弟子穷 可以加入我们弟子穷 也是这就是跟老师学 因为我们每个周二周五都会有网络的课程 机会成熟 我们都可以面授 这个有机会的时候 在国内国外都可以做面授 就是说 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学生都在学 可以去报名 跟我们太极中心去报名 刚才还有一个问题 百合提问 请问您 如果患重病的时候 怎么能够乐观的活在当下 谢谢师傅 这个患重病的时候 一种是自己还有自我的一种制控能力 这个时候就是说 他自己还能很多的治理条件 那么可以能够自由的表达自己的一种 对待这种生死 对待疾病的这种态度 这个时候生老病死 这个疾病 这都是人这种生命的一种自我调节 当然也有不可控的时候 你像那些很重病的人 就是说他就是一言宣布了 都不可挽救的这种 他都已经进入这种 自己都已经蜂蜜状态的时候 你就没法做这个 他怎么能保持乐观 其实他想问的就是说 我们家里头有重病的人 并没有达到这么一个要求 就是说只是 他是得病了 但他还可以 自己的意识都可以可控自己的一种心情 这样的就是可以 领他可以去 有多看一下 或者是因为有的人他就不能自理的 你让他或者读读道德经呀 心经呀这些 对他保持乐观的态度 都非常有益 刚才这个 杜伦恒师父讲的非常好 在我们众多弟子里边 我是给他总结一句话 他以德做人 诚心做事 让政府放心 让社会满意 这样一个好师父 所以希望大家呢 多多跟师父学习 我觉得是这样 人的一生呢 就是两杯水 一杯苦水 一杯甜水 看怎么喝 如果是一点点的 把这个苦水喝 喝完喝干 最后全是甜的 如果要是一口把甜水喝掉之后 苦界以后都是苦水 所以我想苦尽甘来 刚才那位同志他问之后 我觉得就是 要用乐观的心态 去对待自己 因为人是水做的 水会说话 希望大家呢 开开心心的 过好每一天 谢谢各位 咱们下次见 再见 非常感谢邱老师 非常感谢杜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 好再次感谢 欧洲太极文化中心 给我们这么大支持和鼓励 谢谢各位 下次见